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告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一赦免了一名美军士兵杀人犯 此举引发争议 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在推特上宣布 为了正义 总统已经批准了绝对赦免 而就在宣布释放这名25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几天前 菲律宾总统办公室还曾表示将介入阻止他被提前释放 因为在一座前美军基地附近杀害变性女子詹里弗劳德 约瑟夫斯科特彭伯顿2015年被判刑入狱 上周菲律宾审判法庭以其良好表现为由 批准了对他的提前释放 但是劳德家人的律师对此发起上诉 2014年 19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下士彭伯顿 在菲律宾参加联合军事演习期间 与26岁的劳德在前美国海军苏比克湾基地外的一家夜总会相识 庭审期间公布的监控视频证据显示 两人一起进入一家酒店 而彭伯顿独自离开 后来一名酒店工作人员在房间内发现劳德已死 他的头搭了在马桶上脖子断了 这名美军士兵后来承认 两人发生了扭打 他曾经将劳德的脑袋夹在腋下 但表示当他离开房间时劳德还活着 劳德家人的律师称这一赦免令人恶心 并称这是对菲律宾司法和法律体系的嘲弄 上周菲律宾一家法院已经下令提前释放彭伯顿 理由是他在狱中的良好表现 劳德的家人则提出了抗议和上诉 为了表示声援 杜特尔特总统的办公室曾表示计划单独发起上诉 上周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的同胞不能被当作动物虐待 他说彭伯顿的减刑判决表明美国人继续在我们国家充当殖民者 但是本周一杜特尔特改变了对这一案件的态度 完全赦免了彭伯顿 彭伯顿 彭伯顿